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收看能月的游戏频道 今天我们来稍微聊一下 破局三国中章当中的无课技能分配 听清楚是无课 如果你是课长的话呢 到这边你就可以左转离开了 毕竟今天这个东西呢 跟课长比较没关系 那当然我也希望有大佬 可以来看一下这支影片 为什么呢 我希望你可以帮我指点 我技能组当中的错误 我不希望把错误的观念传达给大家 但有时候我自己就是这样玩的 那可能会有更好的方法 那毕竟游戏就是讨论出来才有意思 所以说我希望会有大佬 或是其他比较 可能觉得他的方法更好的人 都可以下面留言跟我讲一下 那我会跟你稍微进行一下讨论 说为什么你觉得你的比较好 以及为什么我觉得我的比较好 好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游戏吧 照惯例 我们一样先关世界频道 好 频道关完了 再来我们就可以开始讲一下技能组的问题了 很多人都会有疑问 究竟技能到底刚入坑 我们要怎么配对比较好 今天就让我来一一告诉你吧 首先第一个要知道的观念就是 技能组会随着你的等级 跟你的品阶越开放越多 它绝对不是就是一招或两招 或三招或四招 它会越来越多 当然有上限了 像80等之后就开全完了 六个技能都开完了 那这到红色品质之后 可以再多开一招 开到第四招 辅助技能是72等可以再开一招 那这就是都可以 这就是八个技能而已 了解技能总数之后呢 我们再来讲第二件事情 这游戏的技能主要分为四大部分 分别是由主将所使用的英雄技能 以及跟兵种息息息相关的兵种技能 还有跟自身体质或跟兵种体质相关的 辅助技能 以及专门用在竹城 屯田 挖矿 行军 诸如此类的 内阵技能 也就是比较偏 无关战力的技能 好 我们先大致知道这四个技能的组合 再来 我们要了解到 配置技能的中心 观念是什么 让你的四维跟你的技能可以做很好的切合 而不是你的四维如此的差 你却配到如此好的技能 那样也是没有用的 而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什么呢 巨像技能 巨像技能其实蛮强的 应该说是很强 但是无刻玩不起 因为碎片实在太少了 你要玩就是玩的会比较弱一点 像我玩枪网一样 就只是塞个技能在那边而已 那为什么说他这个双面刃呢 原因很简单 他的话 是 如果 你的统帅高于对方的话呢 你可以无损的 伤掉对方1%最大兵力 并造成90%的伤害 可是如果你的统帅比人家低呢 我方前军会损失10%的兵力 这是一把双面刃 比拼了双面刃 首先巨像 巨像要武力大于95 统帅大于90才可以学习 而现在的将 能够让比试稳赢的 只有 敌古量啊 智力高于对手 则所有比拼都赢 再来就是谁呢 这好像就没有了 我记得只有敌古量啊 好像司马辉也是吧 我看一下 我这他比拼算失败 那这不算了 那是我们发起的比拼 所以不是 对 目前只有诸葛量是 你只要自立高过敌方 你的比拼就算赢了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是你的思维很重要了 毕竟你的统帅如果低于人家的话呢 你就白白损失10%的病例 所以才说这是个双面刃 要妥善运用 而看技能 最主要的关键就是什么呢 四维切合技能 怎么说呢 统帅跟智力 其实赵云的统帅算高的 所以说学这一招 其实是还算可以的 而他的统帅只是算高 不是顶尖 毕竟随便一个人都可以 有几只角色一定会赢过他 像我们的周语大大 周语大大还没 周语大大差一点点 有一个人一定赢过他 我知道 我们的董大哥 董大哥108 快速的碾压了 我们亲爱的赵大哥 可是董大哥的智力 似乎有点偏低 那当然啦 像离剑这种技能 我觉得应该是给 贾许那一类的学 就是主要是智力跟统帅的 但是呢 我们这时候就把它借来用一下吧 毕竟保持一个原则 无科要保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不强技能 好 那看完了这边之后呢 大家一定会有个疑问 你讲来讲去之后 似乎把焦点模糊掉了 你还是没说要怎么选技能啊 再次重申重点 技能切合四维 把你四维最突出的两个 用作你选技能的基础 再来 就是下一个步骤了 其实很多技能呢 外表看起来都很帅 实际上用起来却不怎么样 例如我们亲爱的万剑 我万剑吕布好像有学到11等了 其实他到11等之后伤害还是不是特别高 他只有21到60的伤害 就算达到最高 武力也高于对手 也才68的伤害 看看无双 128 这一差就差了60了 而且武力高于对手 再多造成15% 一差就差75%了 所以其实万剑的伤害真的是不怎么样的 但是他如果配上我们亲爱的孙上香的话 配合他的被动伤害加20% 而且有50%的机会导致对方混乱 那这一招就不一样了 所以没有所谓的烂技能 只有适不适合这个角色的技能 那像赵云的话呢 该怎么配呢 赵云武力统帅高 势必以武力统帅入手 而赵云的被动需要 不断地扛住敌方的伤害 才能够累积到最高的49% 因此 金刚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金刚可以让他的续航力增加 而且又是吃武力的 所以呢 个人觉得是很OK的 那再来 选择离剑的原因 是为了不想再抢其他武力技能 而且说实在 赵云的武力也真的不知道特别的突出 给他学专攻武力的技能 会有点太可惜了 但是你又不能不给他学武力技能 所以最后就配了一个无双给他 这种事一定会有人问说 学鼓舞不好吗 鼓舞也很强啊 而且魅力高于对手又多提升6%的攻防效果 那好 魅力高于对方 大家重复念一次这句话 魅力高于对方 这个问题就很明显的凸显出一件事情了 赵云的魅力其实并不高 因此我觉得与其要把鼓舞给赵云学 不如给我们亲爱的关大哥还比较好一点 关大哥扣掉这个称号给的加持 魅力 魅力就已经来到了102了 再加上这个 给的两个魅力将就100 再加上这个给的魅力98 再加上这个给的魅力96 可是综综综综加起来 像说它基础基值不算到太高 但问题综综综综综加起来 一样到了103 103对于应付大部分的武将来说呢 都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所以我觉得鼓舞给他学的效益 会远比给赵云学的效益来得更高一些 再回来 那这种时候就有人有疑惑了 我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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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 那我还是不知道我要怎么配技能 对 我现在只在讲解观念而已 观念就是 四种技能 以英雄技能 兵种技能 跟辅助技能最重要 那一层技能是看清清学的 然后 大家就会好奇说 最多人的疑问就是 英雄技能该怎么配 这种时候你有三条路线 第一种 自己尝试 就是你每个技能都去试 试说 哪个比较好一点 那当然是对无客来说是很伤的 毕竟尤其像初期没有这种一万斧的话 基本上就是非常的伤啊 你看 一叉叉了一倍 所以说其实 每招去试 确实比较不适合无客来试 但我确实有把很多技能都稍微试过一下 所以我其实也损失了很多碎片跟铜币 但没关系 毕竟有些技能就要试才知道 再来 第二种做法就是去看排行网 那我不想侵犯别人的隐私 我不想说把自己 服的一些资讯卖掉 假设好了 这次是排行网第一的旅步 你看到人家配了无双 配了万箭 配了枪王 你就大概知道了 其实这几招是很重要的技能 因此 你就会觉得说这几招就必学嘛 那你就把它学强就好了 就是模仿大佬的技能组 但这种时候要注意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是无客玩家 模仿起来可能有点四不相 像我的枪王只有两击 基本上戳不大痛 那主要目的就是塞技能 毕竟你要纯吃武力的技能 确实剩乱辱了 或者是剩金刚了 可是问题是 乱武我给了关羽学 毕竟关羽呢 他的武力值也不算到太低 而且他也缺一招输出技能 否则单靠五胜 我觉得有点不搭够力 而且无双又已经给赵云了 因此之后我选择了乱武给他 有人会说为什么关羽跟吕布不学金刚 原因很简单 关羽跟吕布对于金刚的需求 比较没那么大 相对来说金刚技能对于董卓跟赵云 会有更好的适应效果 因此金刚就不会给他们学 在此可以稍微澄清一个观念 什么样的技能是好的 自己的本命技是最好的 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自己有练的角色的本命技能 一定是把本命技能给自己的角色 除非男子角色也只是买来拆碎片的 像我亲爱的庞统哥 庞统哥基本上就被我拿来拆碎片的 碎片拆了之后就给 给我亲爱的贾许用 大家就会很好奇一件事情 明明乾坤这招就是好技能 为什么会给贾许用呢 原因很简单 等级不够高 再强都白搭 你虽然说要看一个技能好不好用 是要看它的效果没错 但等级也要够高 等级不够高 你技能再强 都没有用 像我枪王就是开了一个技能格而已 像如果13级的枪王跟我这个枪王来比的话 13级的枪王根本猛不止一倍 猛十几倍 他几乎是每回合都有可能打一波爆发 要想想 这个游戏的轮回是 英雄技能丢完之后就没有了 现在就是靠兵种来打 这是为什么人家说 鼓舞这个技能非常强悍 毕竟其实这游戏的 兵种技能 兵种攻击 跟主将攻击 是几乎呈现对比的一个状态的 不会像其他游戏说什么 偏重在英雄的攻击而忽略了兵种的攻击 好那刚才讲到了还有一个第三种对吧 第三种就是 问问看你们国家的大佬你觉得哪些技能好用 哪个角色该配什么技能比较好 他一定会跟你讲说我觉得该配什么技能 你再问他说为什么 他跟你讲出他的理由之后呢 你再做适当的调整 像人家可能跟我讲说 五胜好用五胜好用 为什么 因为五胜伤害很爆发好了 假设伤害很爆发力 爆发力很强 但是我思考了一下 五胜吃魅力 给赵云用基本上不大行 因为赵云的魅力不算高 而且魅力影响的是伤害 五力只影响防御而已 基本上他25%的伤害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他并不像离剑这样子 智力高于对手 有30%机会导致内抗 内抗是多加出来的 那基本上这个效果有没有 其实有时候影响不会到太大 可是伤害差25% 那就有点大了 那我觉得离剑的技能 举例可能不太好了 我换一个技能举例 有什么技能的那个比较不重要呢 我看一下 临时想不到有什么技能的那个比较不好 好 像这个 弱魅力高于对手 13级的高级效果 弱魅力高于对手 骑车50%的机会导致对方迟缓 持续三回合 其实迟缓对比伤害来说呢 他的效益是差比较多的 虽然说会让敌军比较慢出手 可是并没办法弥补战力上的差距 顶多在同战力的情况下 让你更快的打出伤害而已 毕竟像假设对方高我2-3万战力好了 我虽然比他打得快 但是 不见得能够秒得了他 虽然说可以削弱他的攻击力 但是问题是 人家终究还是活的 人家终究还是有机会反咬你一口 尤其是当大招还没丢完的时候 因为他是远战首回合就丢出来了 有时候你明明看见你快赢了 结果对方来一个武圣 直接把你主将斩倒了 然后前排的兵都没了 那一样会被敌方反杀掉 所以其实我觉得迟缓的效果 会比较没有那么重要 比较没那么重要 但不是不重要 好 其实像临时要讲 我要思考一下到底讲什么 好 再来 兵种技能 人家都会说怎么挑怎么挑怎么挑 依照我的做法是 看角色的性能来挑 你需要持久力 你就挑持久力相关的 你需要攻击力 你就挑攻击相关的 就这么简单 够简单吧 像我的旅步的方式技能 其实原本我是不想给他学地刺的 毕竟地刺 啊 是拼智力的 可是旅步真的是标准的智障 所以我觉得给他学地刺 这是浪费 可是问题是 如果说给他学骤印的话呢 感觉好像又没有到太好 毕竟骤印的东西太少了 会渐渐影响到战力 所以最后我就想说 那就首先给他学个地刺吧 哪怕是智障 但也有最基本的145.5的伤害 多那个15%没有就算了 而且他第二招吃的是统帅 旅步的统帅不算到太差 虽然说不是顶尖 但至少是能看的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可以加减 稍微使用一下 因此兵种技能的要素就是 看角色的向性 以及角色的思维 来选择你希望的技能 最后就是辅助技能 辅助技能其实比较简单的 像什么 你武力是优先 你就学个勇武啊 像你说什么 你的统帅要高一点 就学个兵法啊 或者说像你 他活久一点嘛 你学个扩边啊 增加兵种上限 学个钢体增加防御 学个灵敏增加后军防御 或学个杀意增加攻击 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学的啦 那当然我觉得爆裂是 吃武力跟吃统帅的角色必学的 但是后来我想说 赵云中就是以活持久比较重要 所以我就把爆裂去掉了 给他学了杀意 那像吕布呢 跟赵云就配置比较不一样了 吕布有学军略 也有学爆裂 也有学杀意 但吕布的杀意就没那么高等了 原因很简单 杀意这个技能实在太难拿了 而且又贵 商店买又贵 所以说就很不适合让很多只角色同时学很高 但如果说不学那一招 我又不确定要让他学什么技能 因为想要学个兵法 可是我觉得 前奏薰攻击多个四好像也是可以的啦 所以就先这样学了 那如果说你是认真要玩的话呢 当然不建议这样学了 一定是给他学个兵法 或学个其他比较高等的技能 毕竟只开一确实是比较没什么路用的 但我连续有两只都是只开一而已 好那讲完了技能大概怎么分配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技能怎么获得 技能获得最主要最主要的管道 就是我们的 点错了 问道 而有些人会犹豫说问道后期 问道真的很重要吗 碎片拿来生这些角色会比较好一点 我的回答是 初期的时候你一定要分解 毕竟技能都是靠分解而来的 尤其你可以看到后期的技能量 22等生23等要有350 张碎片 你知道这有多少了 这是非常多啊 350真的要存非常久啊 所以可以知道一件事情了 前期不分解基本上技能很难起来 那你说之后可能要15张15只红将好了 那也是到2次和服或3次和服之后的事情了 现在那么早准备我觉得 反正容易牺牺牲掉你自己的战力 不好意思我收个东西啊 好那再继续 然后呢 除了问道之外 有几个地方也很重要 例如书商来访 你可以买这种同币类型的技能 买到原价 就原价就不要再买了 原宝类的我通常都不大建议买 毕竟原宝类的其实 无课玩家来说负担会太大 再来就是竞技商店 你可以买勇武啦 买兵法 买钢体 买增援 也可以用来买技能 民事拜访 你可以买你需要的角色的碎片 同币为主 然后买来猜技能 再来 比武商店 你一样可以用来买你需要的技能 像我刷一下 没有我要的 再刷一下 像洛蕾我需要 我就买个洛蕾 鼓舞我其实蛮缺的 但鼓舞其实可以拆 所以我就不大需要买 再刷一下 那都没有我要的 好就收工 那仙灵台其实是很好的刷技能的地方 像什么 咒鬼影啊 咒音啊 这些都在这边 可以在这边买到 当然最主要还是先买 把这个买满了 像我这个已经 列满了 剩这两个 就是要慢慢练这样子 那买技能的当下 也是会买一下我们的法宝身心吧 毕竟法宝身心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最后就是这个部分 这部分呢 其实也有技能可以用 可以买 那基本上也就是可以买技能 但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买这些 法宝的碎片 或坐骑的碎片 这些远比上面那些技能来的更有效益的多 比如像这个可以拆假许拿到 这可以拆黄月银拿到 所以都不是到太重要的技能 奇怪突破一直失败了 突破这种恶心的都会失败 我很傻眼 我手压到有点酸 我伸一下手 等一下 我手都麻掉了 我手麻掉了 好 那我们继续吧 那我先看一下突破什么 哎呦关羽的可以突破了 可是关羽的我就不急呀 关羽的无上到18级还是90 好先突破这支母好了 那像这个战功真的很重要 毕竟你学升级这个科技也要战功 好那我们大致讲完了技能的组合 以及技能如何取得 最后我们就来做个小小的总结吧 把刚才讲过的东西都先复习一遍 当然如果你觉得我讲的不清楚 想要直接看懒人包的话 片尾一样有懒人包 首先 技能跟四维息息相关 从最高的两个四维 去选择你要什么样的技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技能的效果好不好 可以透过自己尝试 问大佬 或者是 看看大佬怎么组合 再去思考说大佬怎么样会 为什么会组出这样的效果来 看你喜欢问别人或者是自我摸索 就是游戏的差异在 像我如果喜欢自己探索的话 我就选择自己去摸索怎么样比较好 那自己选择说我要怎么配技能 也许配出来的不是最好的 但至少你体验到了游戏的过程内容 再来 第三点 这游戏的冰种技能 其实跟英雄技能 一样重要 毕竟英雄只打两到三次 冰种却是要一直打下去的 所以我觉得 像这种反击这种不限次数的 就只要近战回合他就会反击的这种 基本上能学好就学好了 那像这种一回合发动的这个就 主要是拿后面这些加成 毕竟要想想看 加45%加40%加60% 这加的非常多 所以你重点 这个重点都不是在于说上面技能是什么样的状况 而是在于说你后面这些加成 这些加成越高等是越恐怖的 再来 辅助技能部分呢 挑你缺的学 需要续航你就挑加兵力的加防御的 或者是说像侧谋这种 侧谋军略这种高于多少会加攻击 低于多少加防御这种的 这种技能都可以学 那无课我不建议去搞什么诱敌呀 或搞什么忘忧啊 搞什么极致啊 搞什么珠连啊 这种朋友都不建议你去搞 毕竟无课拿到这么多的技能碎片 难度真的有点高 不建议放在主链身上 那当然你说如果是旁链的话 像我貂蚕是随便练练的 那我就给他学了个急救 毕竟急救这种东西其实在副将来说 就是旁链的角色来说我觉得是 可以加减放的 好这是技能学习的部分 再来技能初处主要 初期 都是以问道为主 你问我什么时候是后期 合过两三次之后 关职开到 空面还没开 当关职开到 要15只红将的时候 你只要看到那个资讯出来之后 就不要再拆了 那种时候其实也大概都拆的差不多了 那种时候就专心就存你的碎片就好了 就开始考虑练第2只红将第3只红将 也许进度比人家慢 但不用怕 时间到 总是有办法上去的 好那再来就是透过 雷台 等商店兑换 来换到你所要的技能 稀有技能 都是以 我们所能学到 无课玩家们所能学到的稀有技能 都是以商店能换到 比较容易取得的 为主 拿到太难取得的技能 说实在的 自己会玩到很痛苦了 毕竟会拿不到那个技能 那学了就觉得没什么用 像我确实很想把枪王换掉 但问题是 要换什么呢 要换什么就是很大的问题了 要换乱舞吗 乱舞的话现在关羽在学了 他也没办法 完整的移过来这一只 换金刚 金刚现在目前董卓跟赵源都在学 也没办法换 用巨像 巨像给董卓学的效益 还比给吕布学的效益高 毕竟吕布他的统帅力 真的没有到 大家想象的那么的高 因此 最后还是决定 先给他学个二级枪王吧 至少能加减用 好 后面一样会有懒人包 我已经尽量把我想讲的讲得比较详细一点了 当然我知道毕竟没有 人问问题的话要讲出东西来是比较难度比较高的 那当然如果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也欢迎在下方 讨论 那我比较希望是有大佬可以来看一下影片内容之后 大概跟我讲 大概跟我讲一下说哪边错了 或哪边可能需要纠正 毕竟我觉得 提供错误资讯给大家是不对的行为 但是我只是现在是分享我的玩法给大家 那我怕我误导别人 所以我还是希望说能够有大佬可以来指点一下说 影片当中有什么比较明显的错误 或比较不好的地方 那当然 无课跟有课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拿课长的角度来看无课的玩法 毕竟 所谓的无课是连手厨都没有的无课 手厨都没有 的无课 而不是说你是刻了那种什么 几千块啦 或刻了一两万块那种 维课 维课跟无课又不一样了 level整个成绩都不同了 毕竟总球是有差那 几千块几万块 好 那今天这支影片就大概差不多这样了 后面会有懒人包稍微说明一下 影片的状况 那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加分享 如果有什么更好的idea 想跟我讲的话呢 也欢迎下方留言跟我一起 讨论讨论 就让我们 下一支影片 再见吧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BGM SOUB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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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LI YO HIGHLI Y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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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BGM OH OH 就这个Feel 被刷 被刷 这个few 哎 耍 few few 哎 耍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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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是那么火亮 地是那么光 心是那么荡漾 心是那么浪 歌是那么勇样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